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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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歡迎回到車廂家頻道 我是Darren 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趁著連假 天氣變得比較好了 沒有下雨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開著這台 296 GTS 由新宇駕駛 他去體驗106的三道 那我們今天就看他開得如何 那因為他今天有一個 訂裝的通告 對 所以跟他約的時間快要到人 那我們就直接去接他 那我們就直接出發囉 好的 現在那個北輪已經接到我了 那今天聽說要去一個超跑 都應該要知道的地方嗎 我們去一個很熱門的山道 很熱門山道 對 叫做106 像前陣子很紅的那個山道猴子啊 常常講到台旗椅 那大概這條路就跟那條 也算齊鳴 齊鳴 是不是大家愛去的地方 對 就是喜歡跑山道的人都很愛去 平安平常假日其實就蠻多人 新竹其實有名的咖啡廳蠻多的 喔 那我們待會要去其中一間嗎 對 那間也是很多人 不管是兩輪四輪的 車友都很愛去的 喔 對 等下上山之後換離開 我就會慢慢提醒你 哪些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喔 好耶 好耶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上路了 跟著前面那台黃色的車 F8 就是小機會 來 那我要追他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的弱勢是我對路不熟 所以很多什麼彎路啊什麼的都會 還不是那麼熟就沒辦法開很快 所以你跟著人家後面開其實是最好的 小機會有正題 他打算黃色就提醒你的車子照相換下來 你就跟著他開就好了 他會帶你開 現在再開一台法拉利 對 換一首顆給你 好 他帶手開 開法拉利才有 你要當手開 當手開 開法拉利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現在還蠻舊手的機師 家庭教授對不對 前面有車是不是就開起來比較放鬆的 跟著他走對 因為像他黃色的 很亮 跟著他走你路線就不用太猶豫了 欸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叫兩聲的聲音 希望你那個 下次再來的時候 過這個環可以華麗 把他力氣線很高 現在這個是油車盒的時候 這是塞車的時候的時候 沒錯 直線就有猛一點 路彎再重駕就好了 欸 他真的很抓地力多好你知道嗎 你路彎齁 他很重踩一下 讓他慢下來 就直接扯了就可以過彎 所以踩一個就好了嗎 踩到你覺得可以過得順 你這個速度其實可以使得不要踩 可以感覺到的距離 我不敢欸 那你還是踩好了 我也不敢 其實我這個人什麼不會我最會模仿的 我開車也是一種模仿 就模仿別人只開嘛 對啊 其實車子是可以的 就是前面是拖啊 用什麼速度拖啊 就跟著他的聲音 哦 你的車沒比他爛的話你就過得去 哦 對 我們現在又講到一個重點 剛剛沒有講 對 就是要離讓 慢車要離讓快車 我們慢車要離讓快車 對 就是後面的一台車 比較快的 然後它也打雙黃針 不會是重心 重心通常都騎很快 對 所以你就要打雙黃針 離讓後車過 對 再做早山的一個火器這樣 那你看像是不是最前面那台 應該要離讓後面的車 那是名車 名車不會瞄你 哈哈 不是說我們都一起來 跑山的人的火器 會有跑山的人的 後面那台車的名車 很快 會浪到 哦 然後甚至會打雙黃針 地形後面 可以超了 了解 欸 我覺得這106真的超級無敵舒服欸 整個就很秀 你看如果天氣很好的 燈花 太陽 更漂亮 直射 這就是我說的 平交道咖啡 你看這麼多車有 有兩輪有四輪 真的欸 我們來一間咖啡 現在這邊什麼車都有 對啊很秀欸 德哥欸 哈囉哈囉哈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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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 我就在這邊等人了 聽說會有很炫的法拉利開過來 所以聽說這邊是很有名的平交道咖啡 對 第一次來 就是跑山文化一個相當重要的傳承地 對 什麼時候開始的啊 它是在剛好20203月 疫情爆發的那個時候 苦主老闆阿虹呢 毅然決然的 要幫車友找一個聖地 所以在十分車站附近就開了這個平交道咖啡 因為疫情都那麼恐怖 對 大家悶嘛 然後你戴口罩這邊算郊區 所以你可以把口罩拿起來深呼吸 對 不過還好疫情過了啦 嗯 那等一下會有平交道經過嗎 呃 平交道基本上它不太會動啊 欸 除非政府施工 會要有怪手出來挖 好 我要進去裡面了啦 我要去喝咖啡 GO 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很誇張 它在郊區又提供你這麼好的美景 就是讓你聚會聊天 不會乾淨嘛 沒有限時間嘛 沒有限時間 你知道嗎 一杯咖啡多少錢 真的嗎 我沒有 冰咖啡才110 我跟你們說 比那個 比在市區那個 連鎖店咖啡還便宜欸 而且這邊又有室外桃園讓你看 所以拜託大家 一定要來 不管你有沒有開車沒開車 都一定要來 平交道咖啡 千里迢迢 有千里嗎 有 欸 我多 真的是台北近郊欸 我第一次開山路 真的還假的 而且我剛剛時速很棒 優秀我都70到80 70到80你知道這線多少嗎 不過說真的這車很炫 因為我是去年才去義大利市 它安排了三天 那三天前兩天都在玩 然後到第三天下午呢 原廠就說車來了 然後你在晚上六點前你要趕到 馬爾黎諾 就是法利的總部 你知道多少公里嗎 多少 300幾公里 然後都要走山路 對我整路就是至少 沒有低於100以內都在飆山路 對然後有些法家 完全要撞才殺身 然後砰砰 然後這樣進去 對然後就覺得 這車怎麼這麼讚 夭壽快 然後出彎你還沒回正補油 它就整個 會好像開後燃器一樣 這樣整個拉開這樣 其實106之前我做好幾次 我們就做公路傳說 我第一集其實就是找阿豪 就是這裡咖啡廳的老闆 那其實106你知道 它算是台灣最長的世道 你知道它多長你知道 它有81.478公里 我們一般呢就是跑山的文化 大概是從實定的牌樓到這裡 對 那為什麼那麼多車友喜歡來 所以就是106基本上我覺得算是比較中高速的山道 那它路很平坦然後乾淨 我剛剛有感受到 對而且它有些路太遲很無聊 它還有一些盲彎 雖然我有隔壁桌的朋友說 這條山路不適合開操跑 為什麼啊 我隔壁桌的朋友現在保持承諾 我不是喔為什麼 因為他開G.R.Yaris 他覺得G.R.Yaris在這邊最棒 那也沒錯啦 因為它等於算是全天候的小戰鬥機啊 坦白講超跑性能現在都很棒 就像你今天開這兩台 我覺得要隨便開一台啦 法拉利 你都前輩子要解救過村民的性命 所以你這樣算起來 那個版圖啊 那個村應該已經擴展成鄉了 至少要解救鄉民的性命才有辦法 有這兩台 今天要來講歷史了 幫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法拉利的六缸歷史比八缸來得悠久 哦 對 你知道八缸它是1981年它開始跑F1 它還開始做八缸 然後再來就是Dino 1973年它有台Dino 2加2做中置引擎用八缸 然後真的中置引擎的跑車是1975年的308GDP 對 然後那時候才多少匹你知道 DPS 255 然後這台車你知道為什麼厲害 就是因為中置引擎對很多人來講 它是法拉利有一種象徵的意義 那我剛才有聊到它八缸 等於是從80年代才開始 對 那為什麼六缸更早 因為它從60年代就開始 對對對 有火車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講跑車要講火車 不要啦 講跑車啦 現在這一台火車呢 是80年代的時候政府採購的 對它是為了要for這個 這算是青銅 青銅支線 它一直開到青銅 然後你下車等15分鐘它再往回開 它一小時一班 有沒有看 來啦 沒拍到一小時才拍得到喔 很近啦 很近啊 然後再回過台聊這一台 就是 因為你知道現在就是六缸引擎 我說歷史比它更悠久 所以就等於是重新找回那個世代 那原本法拉利可能有一點點擔心 結果296其實比預期要來的反應更好 然後再來就是性能的表現 又比過去要來的更狂 講真的它很好開耶 我是女孩子 我真的覺得這個郵電非常符合我 平常 比如說要開在市區啊 或是跑山安全性都非常夠 所以我自己開 就是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極限在開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都會有一種 戒慎恐懼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很快 喔對 它真的很快 那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欸 聲音是不是不早就漂亮 像F8呢 它已經算是我覺得 最後八缸最完美的樣子的形態 就是這樣這樣子 那它的聲音呢 又跟當年的488Pista差一點點 雖然一樣是720B 可是488Pista是鈦合金的微管 那它不是 那所以說 聲音就有一點點差囉 沒有那麼嘹亮 這一台又稍微再安靜一點點 因為六缸 對啦 但是你又換個角度想 現在F1 穿了一下 你等於剛速對不對 跟F1一樣是用V6 然後用一樣的科技 那所以說你坐上去 你就覺得你是 ScooterFerrari的那種感覺 對你就是原廠車手 對啊 而且用女生開這長篷 就很帥啊 又拉風 對 沒有要怎麼樣才能像你 沒有啦其實你就是保持興趣 而且我 我一直在學習 可是我講真的 我就常常看你影片 可是就是要學習你的一些 專業知識 我覺得那才是真正有實力的人 所以我才想特地想說想跟你 找不到紙巾了 擦一下眼淚 你現在你要先強化電動車知識 因為未來你會接觸電動車會越來越多 內燃機引擎很棒 對我們來講就像是機械碗錶 它是一種工藝的展現 可是沒辦法 就是為了要靜零碳排 越來越多的電動車 好比說馬達 對 它的輸出功力 那它為什麼這個馬達 跟電池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認為電車反而沒有像Hybrid 或是燃油車複雜 現在你看到馬力像 特斯拉的Model S-Pray 對 它也是一千多匹啊 但它相對三百多萬而已 就是馬力對於電動化來講 已經變得比較不值錢 那所以在這個過渡時期 Hybrid等於引擎很棒 它還有馬達 也很棒 那在節能之餘 它還可以讓你享受一點點內燃機的樂趣 所以我覺得這次算是296GDS 它最大的價值 嗯 今天我收益良多 而且又帶我來這麼美的地方 我心情好很多 其實也沒有帶你來啦 只不過給你坐標而已 就你自己找來的 對 我帶你來應該早就到了 今天呢就是真的非常謝謝德哥 那希望之後還有很多機會 然後也可以跟你做多學習 好我現在有一個人生目標 就學唱迷路 好啦那喜歡我們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拜拜 對第一次跟我們心語姐合作呢 我要送她一個我開過最老的巴黎 Castarosa 你看這個燈會翹 你知道我為什麼那時候很喜歡 你知道嗎 就小時候看那個MiamiRice 對 然後三豬腳就開始了 這個燈可以開 好吧請笑呢 請笑呢 我有第一台車了 我現在是一台跑車 你已經有很多台了 這不是我 我也是都在擦眼淚 你也是擦眼淚 Cut 就有那個自我保護 可是他在這邊應該很安全吧 很安全啊 這邊 這邊德哥照我再乾淨